病毒究竟从何而来 通常当我们要研究一个物种的起源于演化时 化石是其中的关键 但病毒极微小又脆弱 无法被保存在岩石当中 所以根本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病毒化石记录 这样说起来 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为病毒追根疏源了吗 非也 虽然没有能够摆在博物馆里面 供你参观的传统病毒化石标本 但古代病毒的确是留下了不少的分子化石 来供我们分析 它留在了哪呢 留在了被它们感染的宿主的DNA里面 其中就包括你和我 当你了解了病毒是如何工作之后呢 就能够非常容易的明白 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自己的DNA里面 找到远古病毒的蛛丝马迹了 病毒自身并没有神话过程 不能够进行自我复制 它必须要感染宿主细胞 才能够将其变成自己的复制工厂 在变出很多的分身 并继续上路去寻找新的宿主后呢 它与前宿主之间的关系 有的时候会变得比较复杂 因为它们不一定会完全分开 有时病毒的基因组 可以整合到宿主的DNA当中 只要这样的突变 不会造成宿主细胞的损伤 那么这一点点的病毒信息 就有可能无限期的 停留在宿主细胞里面了 而且如果这样的情况 恰好发生在形成 精子或者卵子的细胞当中 那么病毒的基因组 实际上就可以从宿主的 其余基因组移到 被遗传给宿主的后代 因此病毒基因组 就成为了一种分子化石 可以帮助科学家 探寻病毒的最初起源 现在有几种不同的病毒起源假说 科学家们对此仍然有很多的争论 但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 其中之一叫做病毒优先假说 这个假说认为 既然病毒比细胞生命 还要简单得多 那它自然应该更早进化出来 这意味着病毒比最古老的 单细胞生物还要早出现 称得上是古董中的古董了 它们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些 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RNA分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中一些有野心的家伙 把自己包装的越来越复杂 发展成了细胞 而另一部分则保留了简单的结构 成为最原始的病毒 另一个假说叫做逃逸假说 听起来也许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这个说法告诉我们 病毒最初可能就是来自于细胞本身的 实际上我们的基因组当中 包含一些不太安分的片段 它们有时候一声不吭 就自己把自己给复制连贴到了不同的位置 仿佛在刷存在感一般 尽管大多数时候 这番操作都显得默默无恩 但科学家认为 也许在某些情况下 它们碰巧获得了蛋白质的加持 成功穿上了一件漂亮的外套 混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于是就成为了一个病毒 第三种假说 建立在一种叫做巨型病毒的发现之上 我们都知道 病毒比细菌要小得多 然而第一个发现于2003年的巨型病毒 则被命名为拟菌病毒 这个名字就在告诉我们 它想起了细菌 因为按照病毒的标准 这些新发现的家伙 打得惊人 甚至比某些细菌还要打 拟菌病毒这么大是有原因的 它只有比其他病毒更多的基因 其中还包含了一些 可以用来制造蛋白质的基因 但病毒是不能够制造蛋白质的 那它要这些多余的基因来干什么呢 一些科学家认为 也许这些病毒曾经有一段时间 比现在更大更复杂 也更像是细胞生物 只不过渐渐退化成了现在的样子 遗留下了一些基因产品而已 这个退化假说 意味着病毒曾经是能够自己生活 自己繁衍的 然后才慢慢发展出 与另一种生物共生的关系 随着时间流逝 这种共生关系 慢慢变为成了寄生关系 当他们越是依赖宿主 来帮他们做更多的事情 他们自己的能力也就丢失的越多 最后就变成了这副 死不死活泼的模样了 我怎么觉得这个假说 还挺有社会教育意义的呢 当然 也有科学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他们认为 拟菌病毒顶多算是收集狂 这些多余的基因 只是病毒随即从宿主那里 盗取出来的 然后存到了自己的小抽屉里面而已 好吧 不管怎么样 我们承认也罢 不承认也罢 病毒都是这个星球上 最古老的成员之一 我们应该要学会 怎么样与它和平相处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让科学更有趣